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先前王洪威指出 蔡政府执政六年来 已经超增税收 超增了1.1兆 应该要还税于民 对手吴依农却反批说 实际状况并不像王洪威 讲得这么美好 因为2022年度总预算 还短差了2136亿 还需要举债2546亿 所以应该要把这些多争的税 拿来还债 当然大家都知道 不应该债留子孙 问题是蔡政府到处大撒币绑装 新竹棒球场造价从3亿 追加到变成12亿 苏贞昌院长 跑到这个故乡屏东 砸了48亿来搞百里 这种数还惹了民怨呢 那这一些税收超增 一分一毫都是从老百姓的 口袋里掏出来的 为什么要帮这些 浩大喜功来还债呢 对而且因为我们 还有这个前瞻基础预算 当时事实上也非常非常的争议 因为里面很多的钱 花的一点都不前瞻 不是说政府不能够花钱 但是问题是说政府花的钱 到底有没有在刀口上面 到底人民有没有赶呢 就好像说这次这个疫情的关系 每次都有我们都有防疫啊 有纾困啊 事实上在野党 绝对不可能在这上面 不让政府花钱的 不可能在这上面抠客政府 甚至于都鼓励政府这个时候 你要赶快帮老百姓纾困 但是从头到尔花了八千多亿啊 结果是疫苗买不到 然后纾困的百姓呢 都毫无感觉 然后呢这个无薪假的无薪假 收摊的收摊 所以就会大家质疑说 当我们给你这么多的资源的时候 民进党到底拿去用什么了 真的一个一个都拿去绑装了吗 好了现在呢 因为我们呢 1月8号啊 要来中山 松山台北市立委的补选 王宏威跟吴怡农的对阵 好王宏威呢 他提出来他的政见 主张说因为政府税收严重的超增 事实上这几年都有这个问题 这也都是事实 大家都知道 蔡英文自己也曾经讲过 好所以呢 上任六年之以来 总共超增了有1.1兆 很多钱耶 那去年就超增了4000多亿 今年更是会超增4500亿 那这么多钱 王宏威的主张就是说 你就应该要还税渔民才对啊 算一算 一个人可以领1万块耶 哇不无小补啊 还蛮好的 而且对很多基层劳工的家庭来讲 就是这个年就很好过了嘛 好那么他的对手怎么说呢 对手就说 没有像你讲的这么的美好 为什么呢 的确是超收 可是呢 中央的债务更多啊 有5.7兆 所以他主张应该先还债 钱不要还给老百姓 既然都已经收了 就拿去还债 让子孙减少负担 我觉得也行 那就好像说我们的劳保要破产 早就应该要改革了 但是民进党为了怕选票嘛 拖到现在不动就是不动 不改就是不改 好啦 所以不管你是健保也好 劳保也好啊 有这么多的钱坑 那把这个钱拿去做改革 也可以 但是问题是说 蔡英文执政了这么多年 嘴巴讲讲讲 就是没动嘛 好啦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国民党党团呢 还提出来了这个质疑啊 就是蔡政府执政了6年 特别预算的总金额高达2.1兆 什么叫做特别预算 就是正常的国家预算 没办法用 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紧急的灾难啊 或重大的考验啊 等等的这个时候 譬如说发生了疫情 这是前一年你没有办法预估到的 或发生了金融海啸 知识嫌也无法知道 或发生了921大地震 没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都有特别预算 拿出来要干嘛 要应急嘛 才叫做特别预算 但蔡政府啊 真能花 有钱不花 非常的这个对不起自己 所以呢 就把特别预算给常态化了 这次非常严重的败坏国家财政的纪律 所以一年起以上的常债 因此增加了超过3000亿啊 好啦 如果吴怡农说的 有钱赶快还债也可以啊 但是你不要是一天到晚帮着大家 累积更多的债务啊 所以债留子孙 也是蔡英文政府的专长啊 所以李贵明委员也说 国民平均肩负的国债 已经将近25万了 每变一次特别预算 就是一次的债留子孙 对国家的发展难道毫无隐忧吗 他们才不管以后的事了 套句蔡英文跟李远泽讲的金句 2025就没我的事了 好 废宏他有缘也说 你这明明就是打算要掏空国库嘛 你就是把台湾给掏空了嘛 就是哎呀 赶快花啊 尽量花啊 好不容易执政啦 拿出来就是肉统政治 绑装政治啊 好 吴怡丁也质疑说 特别预算根本现在变得一点都不特别了 唯一特别的就是民进党特别会撒钱 好啦 那我们再看政大财政系的教授也说 譬如说疫情期间如果早点买疫苗的话 那么我们的特别预算就不用花到8400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早点买疫苗打疫苗的话 那这个疫情就不会扩大嘛 我们就不需要哇塞 这里也不能去公共场所也不能开 餐厅也不能开 大家损失非常惨重 如果早一点大家都能打了两斤疫苗 不就可以正常的出入了吗 那这个经济上面的损失就不用这么大啦 你就不用再去纾困了嘛 好 两岸关系如果舒缓的话呢 军费也可以减少花费呀 所以咯 可以省钱的地方很多 网友就说钱沾计划 就是沾到钱的计划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沾到 因为绿油有才会沾到啊 反正呢都要输钱了 有多少花多少啦 好 就是那政权尤其现在更危险 眼看着政权就要结束了 这个时候啊 才是赶快毛起来蒙花啊 所以咯 也有网友说 是不是完全执政 根本就是完全掏空啊 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金库 所以呢 完全就把国家资源当作是自己的绑装 自己的小金库 或者是呢 就是拿来那作为政策买票 但是呢 看起来民众似乎还是不买单的 所以最后呢 民进党到底是会痛改前 还是一路玩到挂呢 看起来大家都非常的悲观啊 而且呢 蔡易渝呢 出来讲话之后呢 在民进党内 现在呢 真的是这个风暴越野越烈了 看起来民进党要好好的冷静下来 面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种种的错误 很困难很困难 蔡政府先前是不断的重申说 这个税收超增是经济红利啊 但是蓝营就痛批了 因为蔡政府2017年开始 每年都编特别预算 到现在累计已经有2.1兆了 那么蔡政府执政6年下来 税收虽然超增了1.1兆 可是呢 长期债务却增加超过了3000亿 就连政大财政系的 这个陈国梁教授都痛批说 如果可以超前部署疫苗 那防疫特别预算 根本不用花到8400亿啊 两岸如果稍微缓和一点 也可以减少军费的花销啊 也不会再留子尊啦 如果说台湾的经济 真的像政府宣传的那么好 累积这么多的红利果实 为什么看到的是 我们的举债是不减反增呢 佳晴 今天我们最难过的就是说 蔡政府从2016年上台到现在 除了扎扎实实的花钱 并且无鬼搬运的状况不断之外 我们看不出来 它有什么真正符合前瞻 跟为下一代着想的状况 还不用讲到下一代 连上一代的长照问题 已经迫在眉睫 台湾是一个超高龄社会 而且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严重 又加上少子化 还有劳动力无法替代 以及未来我们的税收 会出现极大破口 即便在劳保 大家都知道破产的现在 蔡政府什么时候用过 他说的可已经超收的税收 去补劳保的洞呢 你一次要填入一两千亿 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他就偏布 一年给你丢三百亿 再下一年给你丢个两百亿 为什么 他完全没有真的要把老百姓的事情 放在心上 他放在心上的有什么 只有怎么样去巧立名目 把钱搬动 我们用最客气的讲法 叫把钱搬动 你特别举债 你告诉我 南向政策的时候 那时候几千亿又几千亿 到底是哪些人拿得到贷款 是不是那时候连川普的女婿 要来跟我们的银行借钱 都能够用你南向政策的明目 去贷款呢 你今天除了你的绿油油 除了你今天民进党这些权贵 在东南亚成立纸上的人头公司 拿得到钱之外 台湾的正经企业 跟台湾真正中小企业 还有那些微创 做文创的年轻人 谁能拿得到政府的补助 你每个人要能够顶天立地 那你就再见了 你要是愿意帮民进党做服务 甚至当网军 开个小吃店都可以摇身 变生计厂商了 你再告诉我说 当初整个八千四百亿 整个举债 说要这个防疫特别预算的时候 从一开始 我们的口罩缺 连布支部都瞬间不见了 台湾生产了多少布支部 竟然会不见了 你们那时候是把我们台湾人 基本防疫最薄 最low end的口罩的这些东西 都拿出去做人情了 你们的超前部署 是蔡英文那时候要先放情给美国 美国再把我们的东西转一手 拿去给他世界各国的好朋友 然后台湾人苦在这边 连口罩都没有 快筛也没有 疫苗也没有 天天是国家叫你去排队的国家队 台湾人苦成这样子 政府什么时候替我们想过 几千亿超收 几千亿超收从哪来的 你这些财团全部都已经 现在标榜全AI 全自动化工程的时候 我就弱弱的问一句 那你们一个工厂 原先5000人 现在只要20人 因为全自动化 连电灯都不用开 你们省下了这些开销 省下的人事费用 那可是几千个家庭失业 你们超收的税金 什么时候替我们想过 能不能够想一想 什么叫无条件基本所得 跟再过十年 当我们的劳动替代率 完全跟不上 劳保破产 像我这一代的人 我到现在脚劳保 已经脚超过20年 我已经46岁了 再过19年 我要退休的时候 劳保已经破产了 请问那像我们这种人 到时候怎么过生活 现在的政府有去想吗 我们还是要回到 蔡总统那句话 2024以后的事 关我X事 你现在指望蔡英文 你就是为难你自己了 是啊 所以说其实很多钱 根本到底是花到哪里去了呢 连电学德都认为 台海的情势 如果降温 根本不用花大钱来搞军购啊 可是两岸关系 现在已经被搞到 剑拔弩张 只好延长兵役吗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73%的民众 现在已经支持了 说要延长兵役到一年 但是游盈龙认为 延长疫情呢 已经是社会的高度共识 结果蔡政府 却迟迟不肯拍板定案 绿营的内部 还把锅甩给了国防部 认为就是因为 国防部的训练 还是老掉牙的刺枪术啊 提不出有说服力的缩帖 才害得现在这个兵役延长 好像变成一个烫手山域啊 问题是如果不是蔡政府 把两岸关系弄到兵凶站围 又何必要谈延长疫情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如果说73%人都同意 那到底在拖什么 对 这民进党检讨的结果 选举选败的检讨结果是 年轻人很多没有投票 没有支持民进党 这是一些民进党的 很重要的票源 那为什么没有 他们认为说就是 听到他们听到 疫情要延长为一年 从事业到一年 这些年轻人很不爽 所以他们就不出来投票 他们至少认为 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除了学历问题啊 还有民进党的这种腐败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处一种 两难的状态嘛 究竟要不要宣布延长为一年 国防部长邱国正 在十月份的时候 一直到十二月 三度进入外交国防委员会 立法院亲口说了 他说这个东西啊 年底前要宣布 因为你过了年底 又要再延一年了 因为你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真正去实施嘛 所以他就要宣布 他甚至以自己的去留啊 做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保证 他说啊 来是偶然 去是必然 我来是偶然 我走是必然的 所以我不怕 可是呢 邱国正 我最近对他也是 坦白讲 不是太同意他的做法 那你讲到现在 十二月底马上到了 如果到了十六月底 没有宣布的话 你这个中文官 也做得下去吗 来是偶然 去是必然 你是必然要走的 因为你已经 以你的去留 已经做了保证了 所以我觉得 非常的怪异 这个做 我为什么说 他这样为难 原因是美国一直逼他 美国现在就是要让你 要逼你台湾 你要买武器 大量的买 然后呢 疫情你要延长 训练要全面的加强 然后呢 你很多东西 不能卖给中国大陆 台积电啊 联发科啊 很多产品都不能卖过去 这样 所以美国人 这种做法就是 你就会让台湾 越来越像乌克兰的行星 就是说你会跟 中国大陆 会慢慢变得 交恶的气温会 越来越浓这样 那不管怎么样 那马云九的时候 从这个一年的疫情 降到四个月 当时有没有反对 民进党没有一个人 出来反对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你反对 就被人家骂嘛 两岸那时候 每天一大堆人在台湾 大陆观光客 你就任何的夜市 高雄的六合夜市 到永康街 到士林夜市 都是入客 会打仗吗 那打仙打死 大陆人还是怎么样呢 所以那个时候 他降下来 没有人有话讲 可是人家两岸关系 这么恶劣 你当然就会变成 疫情要原厂的问题 就浮现上来嘛 我觉得我们 没有什么意见 看你民进党怎么做 你做啊 既然你两岸关系 既然搞成这么紧张 那你疫情 你就延长吧 自己年轻人不喜欢你 那本来就是的嘛 谁喜欢打仗啊 对不对 谁喜欢自己的子女 去打仗啊 所以这个问题 会一直延伸到 2020年 不管你疫情 延长不延长 主要问题 不是疫情的问题 是可能要打仗的问题 让台湾人民 终于看清楚了 民进党真的会害死台湾人 会让台湾成为丰富满天的这样一个战场 所以看起来民进党只要继续执政的话 这个军费想要节省下来 看起来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咯 好啦 但是不是说政府要当手财奴啊 问题是你钱要花在刀口上嘛 那蔡政府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呢 比方说前瞻计划 好像被当成了得意的政绩 林志坚的新竹棒球场就是前瞻计划预算盖出来的结果呢 审计部的前瞻预算的绩效报告就说了 没有实际达成情形的相关数据 白花完就是说啊 这前瞻的一期呢 是1070亿 钱已经花完了 可是呢 连个成效数据都没有看到 那么另外呢 前瞻第二期呢 是有2229亿的成效报告呢 也说呢 没有说明不达预期目标的原因啊 请行政院要督导改善 那行政院现在也是闷不吭声啊 一句话都不讲啊 所以审计部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来了 政府花钱根本就是好像打水标一样嘛 最后看不出任何东西 报告也没有也没有数据 那凭什么要大家把超真的税拿去还债啊 是老师 我想主持人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成长除了投资以外 其实政府的这个开销 其实还可以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特别是经济比较萧条 那这个前瞻的这个基础 因为它是特别预算 没有人敢挡 但是我们说 因为它 我们如果比起十大建设来讲的话 有谁记得有任何重大的这些所谓的建设呢 根本叫不出来嘛 那所以呢 甚至其实它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九合一的上一次九合一四年前挫败 所以有一些钱是花不出来的啦 OK 好那我说它既不基础又不是前瞻啦 表示说它是预算乱编 它没有通盘的这样的计划啦 OK 其实我再做个比喻来讲说 这个东西我不敢说是101大楼 至少可以做个一个高楼大厦 其实是可以 结果它是把它当作一个 这个所谓的违章建筑 然后一直追加预算 然后装潢做得漂亮漂亮啦 就是拼起狗一样啦 OK 我其实我的经验 我上一次有一次在公司的时候 就批判说它既不基础又不前瞻啦 而且我们的立委 黄伟哲就在批 就是在中间休息 你们学校的预算是怎么用的 我没有讲脏话 我又不是校长啊 你在威胁你是耍流氓是不是啊 OK 好啊所以呢 我坦白讲啊 所以此后我就很少去上公司啦 所以你看民进党就是这样 你自己人的时候 钱是用不完的啊 那好像你要用钱在做什么呢 他在收金做的同样啦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